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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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 要做AI 影像辨識之前 你要讀 錄影 我們讀錄影 錄影 這邊資料夾會很多個 那 假設有37種 你看那就有37個 資料夾 讀資料夾 這個方法 一定要學會 那每個資料夾 裡面可能有很多檔案 那這些檔案 你要怎麼把它讀出來 因為你讀了以後 才可以針對 你所讀的這個影片 然後 把它切割成 很多的Frame 那怎麼讀 那首先 我們這支程式 我們這支程式 就是 因為要做切割 所以 要先編譯 這就編譯 幾個 0.jr 檔 然後 那 那 錄影 那 這樣子 這樣子執行完了以後 好,那這個Auto Process按下去 它就會開始 到 假設你選AA這個資料夾 它就會到AA這個資料夾底下 全部 讀完全部資料夾裡面的檔案 然後針對每個檔案 做 Inframe的切割 好 那我們看程式碼要怎麼寫 這段程式碼可以用到很多方面 所以我特別 拿出來 單獨講 因為很多人 看到這個會有一點複雜 因為它太多成回圈了 好,那我們來看 假設你選好了那一個 你選好了以後 你選了 你選好的 這個FC是 它的選告是JFile True 你選好的那個資料夾 好 那你選好了以後 它就開始讀了 好,那這邊就開始讀了 好,那首先 先CLEAR掉 先CLEAR掉 好,先CLEAR掉 好,先CLEAR掉 然後這邊 這個變數先設符1 然後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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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File是資料名稱 好 那我們設定一個變數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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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AaaFrame 好,再来 File,DR,File,NingFile 开新的这个档案 如果说 这个新的,要开启这个新的档案 好,那如果说 这个档案不存在,比如说AaaFrame不存在 就要 MKDI 好,这个档案 要MKDI MKDI,我们就知道 就是要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那你看 好,假设 这边AaaFrame 没有,那我们就要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那假设有,你就不用重建了 假设有就不用重建 好,那我们就是 会把它 印出来 把它印出来 好 好,所以 这一个 DIRFile 就是目的地的 DIR 好,那再看下面 好 那假设File 好,我们假设这个File 是一个 Directed 假设你选的是一个档案 那就不行了 好,所以我们先 要先 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 资料夹 好,那如果是 如果是 这边很重要 好,如果是的话 File File.list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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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 把 这个资料夹 的 所有档案 File.list 出来 那 譬如说 这里 AA A底下的资料夹 就只有这三个 万一如果说还有 还有那个 还有档案呢 这边也可以有 一般的档案 不是资料夹 好,那它一样 它都会 列出来 好,不管有几个 包括 一般的档案 不是资料夹的档案 这边都会列出来 好 所以这个指令 File.listfile 就会把 这个资料夹 底下 好 这是 这些 这就是第一层的 所有 资料 好,第一层 第一层 第一层的所有档案 第一层 这是第一层 File.listfile 是第一层 好 所以这个叫 List of fire 这是第一层 好 我这边 这边就第一层 我们先写一好了 好 顺便写一个一 这是第一层 第一层 一列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一层 好 那再来 我画一会 这边 File.file.to 列s of fire 因为 这边都是档案 列s of fire 全部都是档案 那全部都是档案的话 这里面的元素 当然是 File 好 所以 所以这个File.to 就是要宣告 File 因为 列s of fire 一定是档案 那一定是档案 这个File.to 一定是档案,所以要宣告Fire 因为我们这边是要找这里的元素 码号后面是正类 前面宣告的是正类的元素 那假设 这边是全部档案 假设Fire2.isDirectly 如果它是资料夹 因为 为什么这边要判断是资料夹呢 因为我们 这一支程式是要 针对每一个种类 每一个种类 底下的档案 那档案当然是NPO 底下所有的NPO 把它做切割 那这个资料夹代表种类 所以你不是资料夹 就不是种类 那也不是我们要的 那就不要动作 就不要做切割 这边的一个目的就这样 因为资料夹才是种类 所以这个是种类 所以 所以这边 Fire2 它是种类 它是种类 种类就是看 如果它是种类的话 那种类的话 所以这边 我就讲慢一点 这边有几个种类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三种 例如 012 就种类 三种类就是012 好 那012 这三种 所以就一个一个 下来执行 那 DIRNAME 等于Fire2 点击NAME 好 好 Fi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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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2是种类 那种类 好 这是种类 那种类 这个Fire2是种类 我们把名字抓出来 Fire2 这个Fire2是档案 它的资料形态是找档案 那我们要先找出它的名字 好 要找出它的名字 好 为什么要找出它的名字 因为我们要在目的地 这是目的地 目的 我们现在是读原来的 读AAA 那目的地是AAA底线Frame 这是目的地 好 这边我写一下 比如说 这边是AAA底线Frame 这是AAA底线Frame 那原来是AAA 那这边的呢 这边的Fire 是 好 Fire 这边的Fire 这是DI Fire 好 好 那我们看这边的Fire 这边的Fire 是AAA 所以 好 所以 我们这边写清楚一点 不然你们 就会乱掉 讲慢一点 好 譬如说 这边的Fire 譬如说 这边的Fire 是AAA 那这边的 那这边的 这边的 这边的 DIR 那这边的DIR File 好 那这边的DIR File 这边叫DIR File 好 这边的DIR File 就是AAA Fram 我们这边写清楚 好 这边写清楚了 以后 你这边才不会乱掉 好 那这边已经建立完了 DIR File 这边已经建立完了 好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DIR File 好 这边的DIR File 这边的DIR File 那这边的DIR File 好 好 跟这边 好 不 那个 不一样 好 那 它的值不一样 好 好 那我们这边DIR File New File SelectedDIR 好 这边就是SelectedDIR 所以我们这边用SelectedDIR 会比较清楚 好 这边就是SelectedDIR 好 好 那 SelectedDIR 再来DIR Name 就是 好 你 这个资料夹底下那三个 好 比如说资料夹底 1 2 3 012 012 好 所以这个DIR File 目前在这边 就是012 好 那你看 假设这个012没有的话 好 好 那就建立 所以这里 这里的东西是 好 这里的东西是 你看 它是 好 它是SelectedDIR 所以 所以 所以这里东西 DIR File 就是 AAA AAA Fram 好 这是AAFram 的 0 0 或者1 0123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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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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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2 这边的建立零 也必须在这边建立零 好,那所以 这一句话 就是要在目的地 AAFRAME那边 建立一个 跟AAA相同的 资料夹 好 那再来 好,这边是FIRE2 好,这边是读AA的 我们读原来的 原本的 原本的资料夹 那FIRE3 等于FIRE2.ListFile 那这个什么意思 那就是 要 AA0底下 这边看有几个档案 这也就是档案了 这也就是档案了 好,所以再来 这边就是档案了 所以再来 这里 就是AA0底下 比如刚刚监读到0 那0底下的所有档案 0底下所有档案 好,那我们稍微 先注解一下 好,比如说 这边就是 好,AAA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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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档案 好 那里面档案 假设一个D01.MP后 好,就是01.MP后 好,就是01.MP后 就是假设这样子 好,假设是这样子 好,那你看这样就很清楚了 好,AAAA 先读AA 然后再来是读 0 好,这0 好,这0是在哪边 好,我写在这边 好,就写在这边 好,这边 这边的写 这样会比较清楚 一层一层往下 好,这边就是AAA 写先0 好,写先0 那你看,那这样子 你就知道说 哪一个变数 它是做到哪一个阶段 好,那你看AAA 这边 好,所以这边 就会 FIRE3 就是FIRE2 这边就FIRE2 好,这边就FIRE2 好,这边都FIRE2 好,FIRE2等这样子 好,那当然是有AA0 还有AA1 还有AA2 好,那再来哦 那读到MP后的档案 就FIRE3 好 好,那再来哦 好,那FIRE3 好,那FIRE3 FIRE3的话是 FIRE2 0 0底下的 所有档案 0底下的 是FIRE3的话 是有3格 01 好,我把它写清楚 01 再来是 02.MP后 因为是0底下的那一层 还有03 02.MP后 所以它有3格 那有3格 那有3格 当然是一个正类 当然是一个正类 所以FIRE3是一个正类 好 因为是0底下的 所有档案 FIRE3是0底下所有档案 好,那再来 我FIRE 好,我们把FIRE3每一个抓出来 每一个抓出来 那每一个就是01.MP后 02.MP后 03.MP后 好 那这些 好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档案了 所以假设 FIRE5 是一个档案 那 是一个档案 好 资料现在是FIRE 好 资料现在是FIRE 不是字串 所以我们把它点GINNAME 就取得 这个 档案的 名字 这个档案名字 好 所以就把它印出来 好 所以我们在DOS 那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印出来的档名 包括资料夹 好 再来 StreamTokenizer ST等 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档名 那档名的话 我们要判断它是MPO 如果不是MPO 它就不是我们录影的东西 那你就不可以有动作 所以 这时候 我们用StreamTokenizer ST 等于StreamTokenizer 这个FIRE NAME 点 那点的话 它就切割了 前后两个 好 好 好 那再来 FIRE 有件NAME 等于St.NET Token 好 那 NEST Token 的话 就是下一个 切割完的下一个 好 那 假设 假设 点SubstreamFIRE NAME 点ListofFile Equal 是 Equal 点MPO 那就开始 做切割了 如果档案是MPO 就开始做切割了 好 好 好 那是 DestIndexOf DestIndexOf 好 它用Substream 然后 用点做切割 好 用点做切割 然后 它后面的 后面的 是等于 NPO的时候 那 我们 就 开始 执行 好 简单讲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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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读资料讲 整个判断MP后 要怎么切割的 好 我们 就讲到这边 接着 我们来讲 两张图片 超过门槛值 才会 写到档案去 好 好 H跟W 是图片的 高 跟宽 那 如果说 这变数 FCNT 它是权益变数 它小一的话 小一等一的时候 就代表 这张图片 是 刚开始 在做处理而已 所以 我们这时候 建立新的BOWER IMAGE W 这个BOT 简单讲 现在就是第一张图片 好 再来 第一张图片 再来 刚开始3等于0 RCNT等于0 那我们 设这个变数 门槛值等于 宽乘以高 乘以20 好 简单讲 RGB的差值 简单讲 这边 R1 R2 跟G1 G2 B1 B2 他们 差值 的平均 整个这个加总 加总以后 它们只要 有超过20 我这张图片 我就 可以写住 当成 资料库的图片 好 那 我们 用回圈 Y从0到H X从0到W 每一个像素 都做比较 好 那Color1 等于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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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B 好 那VI 就是刚开始 进来的图片 是进来的图片 那再来 Color2 是等于 Vout 也就是新的 图片的 档案 好 刚才FCNT 是E 好 那 这边 VI 就会有 RGB 三个值 那 Vout 也会有 RGB 三个值 那这三个值 这边R1跟R2相减 好 当然这就取绝对值的意思 好 那 这就是R1的X 那 再来 这就是 G的X 这就是 B的X 好 那就是RGB 它们X的加轴 就会写在SUM里面 好 那 这是一张图 一个Pixel 它的计算 那 我们全部有W乘H的Pixel 好 那 这样子 如果说 我们每一张图片 它的 SUM的X值 平均是20 好 平均是20的话 那 那这张图片 我们就当成 是 资料 资料库要用的 好 所以在这边 哦 if sum di di 所以 这边全部的Pixel 全部 计算完毕 加入 sum di 门槛字 这时候 就把 vi 写进来 好 那vi 写进来 它的 附团名是jpg 那 那 我们写入的档案叫 用 new file 然后 selected.dir 就是 目的地的dir 然后 写一线 好 这个资料 dir name dir的name 然后 然后 再来 5git name 的 纸 然后 底线 fcnt 好 那你看 这个意思 就是 这边 Aaa frame 就是selected.dir 本来是 Aaa frame 就是selected.dir 再来 斜线 再来 dir name 就是 述种 述种 然后再来 这就是档名 MP 或的档名 然后底线 然后 这个fcnt 它每次都加1 所以 每次 放进来的fcnt 都不会一样 那就变成 这样子 底线 好 这个是档名 这底线 1 2 然后 后面是点击pg 好 所以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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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首先 首先 进来的 那 vout呢 vout 是 是新进来的 简单讲 这就是旧的 这就是新的 那 新的一张 新的一张 是不是就进来 那 新的一张 就是vi 那 那 那这个 vout vout 又是 另外一张 好 那这样子 就有新旧 好 就有新旧了 那这样新旧的话 好 这样新旧的话 好 新旧的话就可以 比较了 那比较完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好 它这边 每两个档案之间 至少平均RGB的差值 是20 当然20 不会很大 所以你要让它更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 譬如说变成40 或者100 那100的话 但是100的话 图片就会太少 好 所以 你这边自己 就看你 照相的时候 你如果说 都 都位置都一定 方向也都一定 那这样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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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就会 被掘取的 就不多 就不多 但这边也不能 太 太小 太小 就都 都类似的图片了 那太大的话 你就有一些 有用的图片 就浪费掉了 好 那这样子 这个 就是 这个就是 两张图片的比较 那这边很重要的一点 这里 一定要写 因为 BI 跟VOUT 是不一样的 你VOUT 如果说 VOUT 都是 你VOUT 如果说 都没有 都没有写这样子的话 它这一行字 譬如说 假设这边不要 好了 这边假设不要 那VOUT 那VOUT 永远这样 那VOUT 永远是新的 永远是新的 而且这是一个新的 全部全黑的图 的VOUT 的VOUT 那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 我们 刚开始 刚开始第一张 小 等于1的时候 VOUT 是全黑 没关系 但是 继续在做的时候 你VOUT 的值 就是要等于 前一张的图片 VOUT等前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VOUT等前一张图片 再来 你会有一张新图片进来 那新图片进来 它的BI 是 新的 你VOUT等VI 那BI是新的的时候 因为它是新的位置 新的位置 新的物件 那这时候 你VOUT 跟VI 绝对不一样 那这样子 两个 比较 就对了 好 简单讲 就这样 那 行使程式 不会太复杂 那这边 你要注意的 R1 是等于Color1 好 然后 大语大语16 然后And 0XFF 那G1 是这样子 这个是 B1 跟RGB 的用法 B1 跟RGB 做完了以后 RGB 就是这样取 你看 这一样Color1 那这Color2 Color是BOUT2 都一样 它们RGB 都是这样取 好 OK 这样子 比较是很简单的 好 好 那我们 就讲到这边 好 好 好